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有三大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选举动态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即将在几个关键战场州展开竞选活动 并计划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将从宾夕法尼亚州 开始他的五天竞选之旅 目标是将选民的兴奋转化为持久的支持 这次选举对他和民主党来说至关重要 尤其是他的副总统人选将影响未来的政治走向 接着我们把视线转向中东 美国白宫官员表示 为了缓和中东的紧张局势 美国正在向该地区部署额外的军事力量 这一举动是为了防止可能的袭击 并避免地区冲突升级 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也在积极与盟友讨论 以确保各方采取措施降低紧张局势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巴黎奥运的性别争议 阿尔吉利亚拳击手哈利夫因性别检测问题 而受到质疑 他呼吁停止对运动员的网络霸凌 哈利夫强调他不会让外界的指控 阻止他追求奥运金牌 同样面临性别质疑的 还有来自台湾的林玉婷 国际奥委会表示 这些运动员符合参赛资格 并呼吁各方尊重运动员的权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哈利斯将在几个战场州 开展竞选活动前公布副总统候选人 美国之音中文网 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利斯 卡玛拉·哈利斯 最快将于星期一 8月5日宣布他的竞选搭档 哈利斯准备在几个战场州 举行竞选活动 目标是将公众对他参选的兴奋情绪 转化为得以取胜的持久支持 路透社报道 哈利斯竞选团队计划在社媒平台 宣布哈利斯的副总统人选 摇摆州一向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决胜关键 是通往白宫的必经之路 哈利斯星期二 8月6日将以宾夕法尼亚州为起点 展开为期五天的竞选活动 哈利斯在社媒平台X上发帖表示 此时此刻 我们面临着国家两种愿景的选择 一种专注于未来 这次竞选是关于人们因为热爱国家而团结起来 为最好的自己而战 哈利斯刚刚赢得足够的党代表票数 以确保民主党提名 将在11月与特朗普竞逐白宫大位 在短短两周的竞选活动中 这位59岁的前检察官打破了筹款记录 吸引大批群众 并在社交媒体上占据主导地位 逐渐消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的民调领先优势 接下来众所瞩目的 是哈里斯的副总统人选 他可能在星期二晚上 费成集会前的任何一刻宣布 边西法尼亚州 是美国选举人团制度下 激烈战场中的关键要地 他和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 都是2020大选中桥 拜登 周拜登 能够入住白宫的篮墙 Blue Wall的一部分 哈里斯星期三 8月7日将接续走访密歇根 和威斯康星州 哈里斯星期日 8月4日 在其华盛顿特区的住所 会见三位热门的搭档候选人 包括明尼苏达州州长 蒂姆 沃尔兹 Tim Walls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 马克 凯利 Mark Kelly 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 乔什 夏皮罗 Josh Shapiro 此前 哈里斯于星期六 8月3日 会见了负责审查 副总统人选的团队 消息人士透露 由前司法部长 小埃里克 霍尔德 Eric Holder Jair 领导的团队 对每位候选人 进行了深入的介绍 包括财务及背景信息 消息人士称 哈里斯上星期五 8月2日 与交通部长皮特 布地及格 Pete Batajig 会面90分钟 并与其他候选人 进行了线上会面 肯塔基州州长 安迪 贝希尔 安迪布什尔 和伊利诺伊州州长 J.B.普里茨克 J.B. Pritzker 也是候选人之一 选择竞选伙伴 是哈里斯政治生涯中 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也将影响民主党 未来的走向 他的候选名单 皆是曾赢得乡村选区 或能取得白人 和独立选民支持的 白人男性 夏皮罗被认为 是哈里斯竞选 搭档名单上的 首选之一 但他因其 对以色列的支持 和对加沙战争 引发之大学的 抗议的处理 受到左翼进步派团体 和支持巴勒斯坦 活动人士的尖锐批评 凯利受到一些 劳工团体的批评 他们认为 他没有支持 促进工会组织的 立法草案 60岁的沃尔兹 成为进步人士 和青年团体 最喜爱的搭档人选 因为他带动了 民主党新一波 对特朗普的批评 但有批评者认为 沃尔兹看起来 年纪太大 可能对竞选活动 造成影响 本周晚些时候 哈里斯将前往种族 更加多元的 美国南方地区 包括亚利桑那州 内华达州 佐治亚州 和北卡罗来纳州 寻求巩固流失的 黑人和拉美一选民支持 本文依据了 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表示 在中东增加军事部署目的 是缓和紧张局势 美国之音中文网 白宫一位官员 星期日8月4日 表示 美国正在向中东 部署额外的军事力量 作为防御措施 目的是缓和该地区的 紧张局势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 将于星期一 8月5日 召集国安团队 讨论中东局势 并将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 King Abdullar 通话 以色列上周空袭贝鲁特 击毙了真主党指挥官 弗阿德 舒库尔 弗阿德 舒克 几小时后 哈马斯政治领导人 伊斯梅尔 哈尼亚 埃斯玛耶尔海尼 在德黑兰被刺杀 接连发生的致命袭击 使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哈马斯和真主党 均得到伊朗的支持 伊朗和哈马斯 指责以色列暗杀哈尼亚 并与真主党一同誓言 要进行报复 以色列没有声称 对哈尼亚之死负责 但也没有否认 人们越来越担心 加沙战争 可能会升级为 更广泛的中东冲突 拜登星期六 8月3日 在回答他是否认为 伊朗会退却的问题时说 我希望如此 我不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 安特尼·布林肯 星期日与七国集团 G7外长通话 美国国务院表示 外长们讨论了 缓和中东局势的迫切需要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的报道指出 布林肯告诉G7外长 伊朗和真主党 最早可能在星期一 8月5日 开始袭击以色列 但目前尚不清楚 袭击将如何发动 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五角大楼上星期五 8月2日 表示将向该地区 增派战斗机和军舰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副顾问乔纳森 芬娜 Jonathan Feiner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向国家节目中说 我们的目标是 降低紧张局势 阻止和防范这些袭击 并避免地区冲突 芬娜补充说 美国和以色列 正在为各种可能性 做好准备 4月时 该地区一度 险些爆发地区冲突 如果这种情况再次出现 美国希望做好准备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 Lloyd Austin 星期日 与以色列国防部长 约旦夫 加兰特 You of Gallant 通话后 五角大楼表示 奥斯汀重申 美国坚定支持 以色列的安全 和针对来自伊朗 黎巴嫩针主党 胡塞武装 和其他伊朗支持的 恐怖组织的威胁 进行自卫的权力 布林肯星期日 也与伊拉克总理 穆罕默德 什叶 苏达尼 Mohammed 什叶 Alsudani 通话 强调 各方采取措施 平息地区紧张局势 避免进一步升级 和促进稳定的重要性 战争担忧加剧 外国人被要求 离开黎巴嫩 人们普遍预期 黎巴嫩真主党 及其他势力 将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以色列国防部长 约阿夫 加兰特表示 如果他们敢攻击我们 他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美国上星期 以敦促美国公民 立即制定 离开黎巴嫩的计划 英国政府建议 法国外交部紧急要求 其国民避免前往黎巴嫩 并建议 以在该国的公民 尽快离开 法国还敦促居住 在伊朗的法国国民 暂时离开 沙特阿拉伯 约旦 韩国和瑞典等国家 都发布了敦促本国公民 尽快离开黎巴嫩的公告 多家西方航空公司 暂停飞往黎巴嫩 和该地区其他机场的航班 停火希望渺茫 哈尼亚是哈马斯 在停火谈判中的 首席谈判代表 Andreas Craig说 哈尼亚和舒克尔遇害表明 以色列并不真心希望停火 数月来 卡塔尔 埃及和美国 一直试图调解 促成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 自去年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以来 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 同时黎巴嫩真主党 几乎每天都与以色列军队交火 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 Walfa报道 星期日 以色列袭击了加沙城附近 两所收容流离失所者的学校 造成至少25人死亡 数人受伤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巴黎奥运性别争议延烧 女拳手 停止霸凌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阿尔及利亚拳击手哈利夫 Aman Khalif 因性别检测争议 而面临质疑 周日 8月4日 接受体育媒体 SNTV访问 他形容自己 因性别遭受的误解 和仇恨言论 伤害了人类尊严 并呼吁大众 停止网络霸凌运动员 我要向世界上 所有人传达一个讯息 那就是要维护奥运的原则与宪章 不要霸凌任何运动选手 因为这会造成影响 很巨大的影响 这会击溃一个人 会扼杀人们的想法 精神和心灵 会制造对立 现年25岁的哈利夫强调 他不会让外界的闲言闲语 和指控 阻止他替阿尔及利亚 拿下巴黎奥运金牌 我每周有两天 会跟我的家人联络 希望他们不会太受影响 他们很担心我 老天保佑 让这场危机 最后以一面金牌告终 那就会是最好的结果 周六 三日 本女子拳击66公斤集赛事 哈利夫 以5比0击败匈牙利的夏莫里 Luca-Anna-Hamori 取得准决赛资格 同时也保抵一面铜牌 哈利夫上周四 一日 曾对上意大利选手卡里尼 Angela-Karini 对方在比赛开始46秒内 便宣布棄赛 哈利夫直接获得胜利 当时卡里尼的头部 与鼻子遭受重击 说他 撑不下去 他在赛场上跪地哭泣 且拒绝与哈利夫握手 不过 卡里尼赛后 接受意大利媒体 米兰体育报访问 称这一连串争议 让他难过 他也对自己 没跟哈利夫握手 表达了歉意 希望能跟他道歉 并拥抱他 我生气是因为 我的奥运 梦想 化为乌有了 卡里尼说 如果国际奥委会 IOC 认为他可以上场比赛 我尊重这个决定 与哈利夫同样面临 性别质疑的 还有来自台湾的林玉婷 她参与女子拳击 57公斤即赛事 2日和4日 分别打败乌兹别克 和保加利亚选手 晋级4强 至少一面同牌入带 林玉婷4日表示 很感谢全台湾 愿意成为我的后盾 给我最大的支持和力量 那我也会带着这份力量 完成我的目标 根据国际奥委会 哈利夫和林玉婷 都符合巴黎奥运参赛资格 而且奥运是依据护照 来定义选手的性别与年纪 奥委会一日发布的声明写道 每个人都有不受歧视 从事运动的权利 这两位运动员 是国际拳击协会 EBA突然 武断决定下的受害者 国际奥会发言人亚当斯 Mark Adams 回应DW询问时说 这些运动员是不是女人 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他们的资格条件 根据他们的护照 根据他们过往的经历 为什么拳击赛成为焦点 这波围绕女子拳击赛的争议 可以追溯到《卫报》上周的报道 该文指出 哈利夫和林玉婷 去年因性别检测结果不合格 而遭国际拳击协会 取消世界锦标赛资格 后来哈利波特作者J.K.罗林 J.K. Rowling 在社群平台X上转发此文章 随后更把哈利夫与卡里尼的比赛形容为 男人在公共场合打女人 爱尔兰前拳王Berry McGuigan 称国际奥委会的决定错误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Georgia Meloni 认为比赛不公平 有男性基因特征者 不该获准参加女子赛事 这不是因为要歧视任何人 而是要保障女性运动员 有权在公平条件下竞争 事实上 虽然哈利夫 林玉婷 确实曾遭国际拳击协会 取消参赛资格 理由是 有XY染色体 但也有专家指出 这样的判定有争议 人权团体体育权力联盟 Sports and Amp Rights Alliance 主任佛罗伦斯 Andrea Florence 则向DW表示 哈利夫和林玉婷 都是霸凌与虚假指控的受害者 让人无法接受 佛罗伦斯认为 打着公平竞争的幌子 对女性身体过分的怀疑揣测 这根源来自于有害的性别 和种族的刻板印象 政治风波 这场性别争议也让国际奥会 和国际拳击协会之间的恩怨 浮上台面 前者是世界体坛最有权力的机构 后者是业余拳击运动的 全球管理组织 有俄罗斯背景 且已不在乎国际奥会正式承认 国际奥会批评国际拳击协会的 检测标准不透明 且内部管理不善 甚至传出贪污问题 2016年的李约奥运 国际业余拳击协会 AIBA AB的前身 卷入裁判操控比赛 舞弊的丑闻 2021年的东京奥运 和今年的巴黎奥运 拳击赛事都不再由国际拳击协会主办 而是由国际奥会接手 然而 国际奥会认为 国际拳击协会 并未积极改善内部管理问题 2022年 甚至再度推选跟克里姆林宫 有关联的俄国商人 克列姆列夫 Omar Kremleff 为主席 此举让国际奥会不满 克列姆列夫 曾多次批评 国际奥会主席巴赫 Thomas Buck 虽然国际拳击协会 不再主导奥运 但仍控制着世界锦标赛 而这正是哈利夫 与林玉婷的性别检测争议 爆发之处 著有《体育性别》 Sporting Gender 一书 从事跨性别运动员 研究的学者哈波 Joe Anna Harper 告诉DW 在拳击领域 我认为 这些组织 没有一个是值得参考的典范 哈波认为 有些居心不良者 试图从中获取政治资本 有些人想以政治的方式证明 只要是无法以男女之别 清楚划分的人都是男人 是在假扮成女人 想要毁掉女性运动 这场拳击性别争议 将如何收场 一般认为 哈利夫和林玉婷 不太可能在巴黎奥运 被解除资格 应可以继续参与比赛 至于长期而言 国际奥会 可能会重新审视 性别资格的政策 但哈波也指出 没有什么单一的解决方法 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DW记者 Jonathan Crane 对此文有贡献 谢谢大家 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 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 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杀性 mond烈 × 字幕志愿者 杀 Be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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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